中国网球金花李娜在夺取奥网冠军的第三天回到家乡湖北武汉 获得了英雄式的欢迎 湖北省副省长亲自接机 省委书记和省长还奖励李娜80万元人民币 但是中国大陆的律师要求湖北省政府能够公开这80万的来源 1月27号上午 李娜与丈夫江山乘飞机抵达湖北武汉天河机场 为迎接李娜 湖北省副省长张通提早一小时抵达机场 他表示代表湖北省6000万民众前往迎接李娜 当李娜一脸疲惫走出机场时 他没有接受欢迎者送上的鲜花 在机场逗留的10分钟内 面对记者的提问李娜几乎一言不发 随后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 王国生及省委副书记张昌尔接见了李娜夫妇 并奖励李娜80万元 不过在整个接见过程中 李娜表情冷漠 站在李鸿忠身边举着支票 看起来也深感不快 李娜的冷漠引起舆论的好奇 有网民抨击湖北省官员浪费公民的纳税钱 沾运动员的光 也有不少人表示 不明白中共官员为什么要把纳税人的钱 发给根本不需要钱的人 1月28号 广东律师庞坤发表长微博 要求湖北省政府公开奖励李娜80万元的法律依据 他表示 作为喜欢李娜的体育迷 为了弄清湖北政府这一做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特提出政府信息公开 庞坤主要提出四点 一公开奖励李娜80万元人民币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二奖励李娜8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来源于何处 三八十万奖金的支出是否符合省政府财政预算支出 四八十万元的奖金支出是否有合法的审批手续 一月二十九号 庞坤对新唐人表示 不理解政府拿纳税人的钱 奖励一些杰出运动员或职业运动员的做法 纳税人的钱是国家的财政支出 应当有严格的使用程序 但是现在我们不了解 所以就想知道这个钱用的是不是合法 当然合不合理 我们认为是不但合理的 所以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申请 实际上中共各地用公款奖励体育冠军的做法有来已久 有分析认为中共官员企图通过这样的做法 来显示自己的政绩 提升自己的形象 我们觉得我们在很多地方 包括一些贫困地方更需要这些钱 一些贫困的协同或者是老人 还有一些其他落后地区的教育 或者是体育设施 我觉得都需要这些钱 但是这个钱奖格里娜 她并不一定需要的钱 李娜25号夺得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后 在获奖感言中 她首先感谢她的经纪人艾森巴德 她说在2011年法国公开赛 艾森巴德帮助她赢得至少4200万美元的代言合同 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评论指出 对林娜来说80万元钱就是打年30打个兔子 有她过年 没她也过年 可是这80万元钱对于贫困家庭来说 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够众多的贫困人员吃穿一年 武汉维权人士张仁强指出 湖北无数访民土地被强征 房屋被强拆 多年来一直流离失所 他们一直要求补偿 要求政府财政信息公开 但都没着落 他们都以各种理由堂塞我们 要把这样公开的话 也可能不知道找个什么理由堂塞了 张仁强指出 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为自己脸上贴金 更让民众反感 他认为 这些钱补偿给吃饭成问题的访民 或资助恶惜贫困百姓更有意义 就在舆论聚焦湖北奖励里 那80万元的同时 有网民翻出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的一段视频 当时的网球混双比赛 江山夺的冠军 李娜获季军 在颁奖台上 颁奖的领导狠狠扇了李娜一个耳光 网民抨击 这就是公权力的傲慢 可以给你耳光 也可以不经预算地送你80万 31岁的李娜 因反抗中共僵化的教育体制 2009年1月离开中国国家队 2011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夺冠 1月25号 李娜成为澳网首位夺冠的亚洲球员 0217年在法国人口 31岁的亚洲球员 1月25号 227号 212 2 2 2